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连钱文分析师 欢迎您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好 盘面怎么来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 好的 在讲解台股今日的盘事之前 也对昨天的一个普悠玛的一个事件 我相信全国的投资大众 看了之后内心应该都是蛮伤痛的 那希望这个往生者一路好走 那伤者也能够赶快的一个痊愈出院 大家收看这个一言新邦的节目都能够平平安安 那回到今天的台湾股市 各位今天的台股看起来好像蛮平安的 以往只要台湾出现大的一个动荡的一个事情 大概这个护盘机构更不可以轻松以对 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盘事 虽然开出来跌了七八十点 就有这个使命一定要把它翻红 不要说股市里面又来做一个收黑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蔡老师今天12点40分印出来的一个什么 一个指数位置是涨54点 涨54点 尾盘呢 多跑了50分钟 多跑了50分钟 依旧是涨一点而已 涨了55点 9974 9974 各位 9974万点没有站上 各位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五日线站上 各位而且要维持三天 各位今天礼拜一而已 各位 所以护盘的一个力道还是要加加油 不可以掉以轻心 今天的五日均线是9961点 所以说今天收在9974 已经算是有一个站上 但是站上这个 基本上并没有什么绝对性的一个意义 因为今天的量是不够的 也就是 大概三点钟来看的话 我认为可能法人圈 还是会持续第12天买超外资系统 为什么 因为美股还在走跌 各位 美股的一个道琼 虽然上礼拜五做一个反弹 但是科技类股主杀 费城半导体也是大跌 甚至于说我跟你讲 美股最强悍的一个指标股是哪一档 超为 AMD 大跌了11% 所以说美国股市还是看空 那美国股市还是看空的情况之下 台股现阶段要做一个买超 外资只会挑特定的个股 有题材的个股去做一个买进 至于说整个大方向 比方来说好了 2330的台积电 今天收复的年限 外资会买超吗 我个人是持一个问号 因为外资一定是对于全球股市动荡 他们会很保守吗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现阶段来看的话 上礼拜五虽然也是一个什么 一个由黑来翻红 但是外资有没有买超台积电 没有 外资并没有因为礼拜四 台积电的一个法说 结果说十个外资都 十个看好 各位有吗 结果外资上礼拜五 还卖了6600多张的一个台积电 所以说有时候你在看一些报道 你要怎么去看 那也是一门学问 你不会看蔡老师来帮助你 各位就像今天我认为 今天的使命就是战上五日均线9961 今天有达到了 各位明天再战上 后天再战上123 那这样就有机会再往上攻 你不要一下子都期望战上万点 万点没意义 你说台股回升到万点有什么意义 你说选举快到了 这个政策 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管机关就比较好讲 这个台股又回升到万点 都已经跌破了 这个意义性已经不大了 各位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的这一档个股来 各位为什么你要来看6176的一个润移 各位为什么你要看6176的一个润移 各位看一下 蔡老师跟你讲的一个什么 苹果的iPad跟MacBook 苹果可能在10月30号的发表会下礼拜二 会影响到下礼拜三的一个盘 推出什么12.9寸跟11寸的一个iPad Pro 以及全新13寸的MacBook 笔电 然后呢 瑞宇在iPad跟MacBook的一个背光模组 市场是独霸了 它将会成为苹果新品发表的最大受费者 各位 现阶段我已经跟你讲 外资既然它对于全球股市它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说它在对一些全资股它就不会买超了 包括我们可以讲明白一点 包括像所谓的什么一个三镜头的一个什么一个大力光 甚至于说2330的台积电 还有什么还有下礼拜五要减资 回来重新上市的2317的一个鸿海 它会比较保守 那它会买什么股票 它会来买苹概股 尤其苹概股很奇怪 苹概股之前股市在不好的时候 它们一直在打压 现阶段仪式有一个养一个短底的时候 苹概股营收又那么的好 很矛盾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一切还是要看外资的报告为主 各位外资的报告现阶段对这一档个股非常有兴趣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一档个股 各位因为这一档个股 今天10月22号 蔡老师在两个礼拜前 我有针对iPad 2018年 各位还有所谓的什么 MacBook 来各位你来看一下 iPad 2018年 各位对不对 包括所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详信内容 还有笔记型电脑 MacBook 所有的一个内容 还有周边的一个产品 AirPods跟AirPods 各位对不对 那时候还不晓得苹果会挪出来在10月30号 来做一个新品的一个发表 现在都知道了 那你看到这一档个股 刚刚的一个什么 刚刚盘中而已 各位这一些讯息都是热的 你不要以为今天涨两根之后才在讲这种讯息 这都太慢了 各位你一定要提早跟着蔡老师带领你去做一个布局 来各位 你看苹果新品发表的一个最大受惠者就是瑞宜 所以说今年第三季瑞宜呢 在新的iPad的一个什么 Pro背光模组平均的一个售价将会进阳多少 80%ASP 平均售价 而且加上美元的一个贬值啊 有利于瑞宜毛利率第三季过了嘛 对不对 至少提升2.1的一个百分点 各位为什么现阶段打算第三季 因为第三季的一个季财报啊 会在11月15号来跟你公布 也就是说现阶段已经几号了 10月22号 现阶段就是在做第三季季报的卡位站 各位那你懂了吗 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 平盖股因为它是一个个别的一个题材性 跟大盘的指数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用去跟大盘联动 纵使明天大盘要跌100点 因为国际股市烂嘛 各位对不对 你不能只看啊 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是 为什么叫放大绝 没有退路了 现阶段人民币一直在贬值啊 大陆的一个房市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大的震荡 如果房市一垮 大陆的一个经济全垮 各位你可能不 你可能以为大陆的一个什么 人民都在炒股票错了 他们都在炒房啊 炒房的人是炒股的10倍啊 各位你知道吗 规模也是炒股的10倍 所以说你现在要留意的是 你看一下 如果说现阶段 国际股市在动荡 那外资圈明明是看空的 为什么它会唯独这一档 逆势来做一个加码 各位这就是它的一个玄机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看一下 刚刚我跟你讲的美元贬值 有利于瑞宇毛利率至少啊 提高2.1个百分点 第三季 预估瑞宇第三季 每股银与EPS 渴望激增1% 年增88% 第三季激增又年增 冲到多少 第三季 Q3的EPS到达3.1元 各位 现阶段股价多少钱 70几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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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高拉到多少 今天最高拉到72.8 72.8 在1.6就涨停摆 各位 为什么要讲这一档个股 因为上礼拜已经出现玄机了 各位 除了我跟你讲的一个什么 蔡老师跟你讲的一个平板 跟笔记型电脑的一个什么 iPad跟MacBook 你可以从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里面 去重新的一个导读 各位 10月9号 你还没加入的 赶快加入自己去看 这蔡老师都跟你讲了 我那时候也跟你讲相关的一个个股 包括4966的普瑞 包括耀华 包括3376的一个新日新 各位 这个都迎接10月11号的一个大跌 没有一直跟你跑掉的 我们正面迎战 现阶段再加上2376的一个瑞宜 各位 那为什么要注意瑞宜 因为瑞宜的一个什么 一个筹码 有他的一个什么 有他的一个动机 来各位 这是上礼拜五 外资还没发布报告的时候 他买进3500张 包括投信自行商全部都共相胜举 总共买进了4500张 上礼拜才刚刚要来挑战季线 今天再一根长红不仅季线过 连年线也过 各位 所以短线上 融资都已经清洗掉了 也就是符合都清洗掉了 你今天看到这一些平盖的个股 又被外资来调高他的目标价 各位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你讲 外资啊 虽然看空台股啊 但是他针对特定的个股 他是看多的 因为有提材性 所以说我在那边才会跟你讲 包括我跟你讲的627的一个同心店 为什么会涨 今天一样涨啊 各位 蔡老师都跟你讲了嘛 上礼拜二10月16号 明天呢 10月23号 蔡老师要上五七金钱报 我准备了更丰富的内容 要跟你分享哦 各位 你看一下我当时跟你讲同心店 手机市场没有饱和 只有重分配 所有的内容 我不用再赘述啦 各位对不对 包括华为 7.2寸的电竞手机 明天就是这个主题 各位 我跟你讲的一个东西 你看后面的一个报纸 一个一个给你报出来 你不会觉得很讶异吗 为什么蔡老师能够领先 所有的财经媒体 而且明明外资是看空的 为什么还会买进 蔡老师的一个股票 各位这就奇怪了吗 各位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我跟你讲的 再烂的盘也是会有上涨的一个个股 就像6153的一个加联益一样 他的一个观音新厂 明明就是要来出啊 所谓的一个i10R的一个什么 手机的一个软板 9月份营收已经新高了 各位新厂效应刚刚发酵而已 你认为啊 在季报已经不错了 但是他的一个10月份的月报 也是会在11月10号来公布 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窜身 各位 一样蔡老师在10月2号的一个什么 5期金钱报 我都给你做一个详解的 我从iPhone的一个10S 成本443块美元 来跟你做省思 各位对不对 我所有的一个抽失剥茧 我就希望啊 看啊 蔡老师的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成长 你不会跟着大盘啊 做一个什么 见涨缩涨 间谍缩谍 各位对不对 甚至于说2439的美率 今天小跌一块钱 他已经站上季线四天了 各位美率呢 不仅是苹果概念股 也是亚马逊的概念股 这个蔡老师啊 在9月25号已经跟你讲了完整的一个什么 一个内容 所以说你看我们是不是领导这个市场 各位已经不言可遇了 智慧音箱 各位我都跟你啊 完整的一个什么 一个做交代 包括数字都给你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一下 请自行参阅品风大中华类的一个生活圈 我要各位的是 你后面你要做多的股票 就是要找让头上的一个产业 你不要一天到晚 只想要从一些所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反弹 去找一些弱势的个股 产业面没有变化的个股 各位 那你就算涨个5% 也会给你再跌20%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不公平的市场 你要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 让专业的来帮你 各位让专业的来帮你 有任何难题 广告中的咨询专线好好把握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 更多操作推荐建议 我要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谢谢明乐 各位 大盘的一个变化 每天都充满不一样的一个玄机 所以说你每天都一定要收看 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看看蔡老师的一个解读 提供给你市场上最专业的一个方向 不管是盘势的一个发展 还是个股的一个研判 我相信应该对你都很有帮助 因为蔡老师的一个公信力 我相信你应该也会举起大拇指的 同样的现阶段 你再来看一下盘势 虽然今天涨了55点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个股 明明都是法人聚焦的股票 而且也是散户 一直都藏在里面的股票 为什么都不会涨 各位 就是产业发生的变化 产业发生的变化 你说这个大盘 好了要占上万点 要回升到一万零两百点 一万零五百点 那又怎样 那一些股票还是不会涨 公司派 公司派高点都出掉了 他怎么会去买回来 各位 何况现阶段很多公司派为什么不放库长股 各位大陆股市今天涨的4%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修法 各位上礼拜五这些财经官员 大陆股市的财经官员他们吓到了 因为在这样子这才叫动摇果本 因为15支的养老基金全部套在高点 我如果没记错是套在两千七到两千八 这一次杀到两千四百五十五 各位 是不是底部 没人知道 但是看起来还是难下列车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现在要修法 修大陆的一个什么 一个公司法 要来鼓励这些上市公司自己掏钱出来护盘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现阶段人家都在玩这个 同样的台湾股市为什么到现阶段还不想要出来用库长股 也许现阶段已经有实施库长股的公司 真的老板比较有尬死 但是还没实施库长股的一个公司的老板怎么想 他认为台股还没见底 你上面两年的一个头部下面才八天短底 好了那你给你反逃了一万点有那么重要吗 不重要 重点是要怎么去逆转乾坤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讲 你要避开产业游胜转衰的一个族群个股 有一些股票互盘越互越低 国际不是七八百块互盘吗 互到现在四百 直询力也没来到百分之百的 这也我蛮讶异的 那如果全部买光涨不动就算了 也没有来到百分之百的个什么 库长股的实施率 反正跟他们以前的想法都一样 这个东西你去查以前的旧资料就知道了 各位 那我之前跟你讲说鸿海的事 你都不听我的话 然后他已经减支了 我们可以来显示一下蔡老师讲的 有没有公信力 各位对不对 你看一下是不是一路盘跌 我跟你讲的东西全市场也都不讲 为什么不讲 明明就是富士康收购Nokia 造成一个烂摊子没办法结尾 你以为现阶段 Nokia的一个事情 你说要随便的一个抛掉 让其他公司来接人家会那么笨 就像当初鸿海以为自己很聪明 对不对 从微软这边拿到的Nokia 想说我来吃印度的市场 没销就好了 哥哥现在没销也了解 欧洲为了品牌效应留存在欧洲 行销的销售费用也大了 一个39亿一个29亿 你买才买115亿 还要还要经营呢 你不能说say goodbye就say goodbye 各位 最好笑的是被动原件 为什么我讲好笑 上礼拜是不是释放出乐观的讯息 你来看报纸斗大的头条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全部都买 包括政府的什么 互盘基金每天都在互被动原件 所以巴不得利用这个消息赶快反转 各位是不是 那问题在于谁在里面一直用融资买 各位也许是套牢的大股东 我不清楚啦 反正蛮有实力的 从1300一路套套套 套现阶段400多块还在套 各位对不对 但是这一个有办法止跌吗 没办法止跌 我上礼拜四礼拜五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各位 上礼拜四10月18号 他给你讲这个下跌当中 给你放这个利多还会缺货两年 从1300块国具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情 一直讲到现在 结果今天的一个国具跟华新科 各位出现什么事情来各位 10月22号今天的国具破底 今天的华新科呢 来各位 又破底 那你想一想谁在1100到1200 1300带领你去买国具 谁在400多块带领你去买华新科 全部都吃饱了 发烧 股票要涨有需要每天再放利多吗 不需要 那是假的 我一直跟你讲过 因为蔡老师那时候讲没人要听 全市场只有蔡老师一个空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在较劲被动元件 每个老师为了做生意都带他的血远全部去追在高点的被动元件 所以这一波下下来 各位同业都赔得很惨 那都不讲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你看一下国具 法人在大卖上礼拜五 国具卖了5000张 今天破底意不意外不意外 各位对不对 蔡老师都做法人股我不做主力股 所以你今天跟我讲一些主力股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 我带领了一个全国的学员朋友 全世界的学员朋友 我们做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法人股 我们不会去碰主力股 蔡老师没什么怪 各位你看蔡老师做美绿做加联益 做新普做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台积电 这样今年一路以来我都是做法人股 各位知道吗 你看2492的一个华新科 为什么我都不碰 你看 加速赶底 那你9月份营收创新高 10月份营收也要加油 华新科我对你啊 寄予厚望 因为国具9月份营收已经衰退了嘛 所以他今天讲一大堆什么还会缺货两年 没有意义啦 各位真的没有意义 对你有意义吗 也没有意义 2049的一个上瓶 今天反弹了 各位那反弹为什么他会好像比较强 各位因为筹码洗到了法人手上 从上礼拜四 从上礼拜三跟礼拜五这两天的一个承接 各位你看融资都衰退 你看到没有 然后你看一下刚刚的一个什么 一个 华新科 你看稍微的做一个底部融资又增加 各位对不对 国具也一样 只要稍微的有短底的迹象融资都增加 就是不服输嘛 那怎么涨 那你看一下2049的一个上瓶是不是筹码有转移了 各位 那上瓶筹码的一个转移再加上1590的亚德克示范作用 所以他是不是比较强 那比较强你适合去抢吗 各位 我认为法人大买之前 他还是有可能持续的一个什么 一个滚落 所以说除非法人的买钞给我正面的一个讯息 不然我不会碰 就像6488的环球金一样 今天为什么会破底 你以为破底就要破底 然后破底翻 放大绝往上涨 各位 那法人干嘛卖 各位你来看一下 法人为什么上礼拜五卖 上礼拜五还大卖今天破底 各位 所以是不是市场最弱势的 当然是最弱势的嘛 那矽金源的一个产业 上礼拜在反弹的时候 还有人跟你讲说功不应求 又再讲这些话 记者有时候 查询的一个资料 都两三个月之前的一个旧资料 而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你都可以长期的看 各位 我带领你的就是选好股 买好的股票 矽金源 先长期而约 涨价效应减低 日本信越 第一大厂持续扩厂 中国厂 新生获得华立委的认证 所以说是不是竞争对手高了 包括库存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些零零种种的一个东西 各位 你都可以自行参阅 蔡老师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你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 都是免费提供给你们的 包括明天晚上的一个九点的内容 蔡老师今天也准备好了 我都提前准备 我不会因为大盘好跟不好 影响我对专业能力的一个判断 我都会提供给你们最准确的方向 所以我参与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留意的是 要买股票可以 要买让头上的产业 就算大盘震荡不好 他也只是稍微委屈一下股价 然后持续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法人会去买让头上的产业 不就得了吗 所以你今天分清楚 你要做股票 你要分 你要做主力股你就不用来找我 因为蔡老师不碰主力股 你要做法人股 你可以来接受蔡老师的一个观念 就像我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iPad跟MacBook 下礼拜二 苹果要隆重的一个上市 所以受惠的个股就是6176的一个瑞宜 我讲的这个东西也许你不相信 但是呢 他第三季的季报 今天中央社发出来 既征又年征 各位对不对 EPS单单的第三季 就可以到3.1元 跟蔡老师当初跟你言 研判2439的美率又一模一样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 法人为什么能够持续的买超 你今天要买的股票 就是事先能够布局 让法人帮你抬轿嘛 不然股价怎么拱上去 主力股一直滚一直滚 一直拱一直拱 然后呢 然后谁没有拱的时候就开始往下滚 然后呢就开始崩盘了 所以说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包括蔡老师每天都有三个时段 从中午12点15到你现阶段收看的两点 以及每周二晚上的9点 我都会静静夜夜的来帮助你 我也希望各位你都能够好好的把握市场上最专业的节目 重复一句话 蔡老师认为富贵不必显中求 你没必要去赌 你有正确的一个讯息 你只要跟在旁边就好 因为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各位大盘 我相信外资圈虽然看空台湾股市 但是对于特定的个股 他已经反空为多了 他已经密集的要来吸收掉这些筹码 所以说未来这个行情纵使盘势要来跌破9740点 这一些法人选定的个股也不会破底了 你如果需要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讯息的话 好好地把握广告中的一个咨询专线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提醒您节目中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